有这样一个定律 只要你抓住20秒 就能迎娶白富梅走上人生巅峰 儿子小帅找到老爸小马哥 告诉他自己喜欢女孩小美 但小美不理他了 小马哥得知后 不仅没反对 还交给他一个20秒定律 只有20秒 鼓足勇气 把想说的都说出来 就能改变命运 小帅听完后大受鼓舞 他冒着大雨跑出去找小美 来到小美家门口 他看到门上写着 爱我就告诉我 小帅瞬间充满力量 他跑到小美窗户外 深吸一口气 然后敲敲窗户 小美打开窗户 小帅一口气说出了心里话 20秒的勇气 让小帅俘获了小美的芳心 两人隔着窗户紧紧相拥 这一刻只属于他们 小马哥在小帅的画作中 看到一张老虎头像 他从画里看到 儿子的才华与善良 他将其做成动物园的logo 并告诉小帅 自己一直是他的粉丝 夫子二人终于兵事前嫌 马上就要开业了 大家都充满干劲 努力做到最好 然而那个挑剔的审查员 又带着他的卷尺来了 但这次小马哥信心满满 审查员拿着各种武器 一番检查后 牙口无言 就在这时 宅姐发现 狮子猿的门锁坏了 他用对讲机通知同事来修 不料 这被审查员听得一清二楚 他火速前往狮子猿 同事及时赶到 他发现 是里面的锁坏了 他只能进到园子里拆锁 宅姐则跑到另一边 吸引狮子的注意 小马哥想尽办法拖住审查员 但是审查员油盐不尽 加速往狮子远赶 寡姐拼命的喊着狮子 同事也是怕的手哆嗦 就在这时 狮子朝同事走过去 同事直接转身 大声喝住狮子 他说自己又胖又脏 还有三高 狮子一定不爱吃自己 没想到 狮子真的被吓到了 看来他也挺养生 然而审查员已经走过来了 千军一发之际 同事修好了锁 审查员一看 啥事没有 只好拿出他的卷尺撒气 功夫不负有心人 审查员一个错误都没有挑出来 动物园成功通过考核 就和大家满心期盼 动物园开业的时候 一场百年一遇的大雨 浇灭了所有人的希望 新闻记者都劝市民 不要出门 开业的日子终于到了 早上小马哥一张言 竟然发现 一缕阳光照进屋内 太好了 是个大晴天 大家满心欢喜 到动物园门口集合 然而放眼望去 一个人都没有 所有人都很失落 只有小帅觉得不对劲 他带着大家跑到前面去 原来暴雨导致大树倒下 把路堵住了 大家爬到树上才发现 外面挤满了游客 他们把游客一个个拉上来 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游客 大家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动物园的成功 离不开王妻的默默守护 这天 小马哥带着孩子们 来到他和妻子 最初相遇的地方 小马哥在孩子们面前 重现了自己曾经的20秒 为什么一个奇妙的女人 像你 甚至跟我说 为什么不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